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欢迎大家来到Cubivert Maintainer Talk 演讲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于I'm China 然后我主要做的是云计算相关的一些工作 关注于容器 安全容器以及虚拟化方向 我叫做张浩玲 然后这篇PPT是我和Red Hat Andrew Burden共同完成的 那Andrew Burden是Cubivert Community Facilitator 那他在虚拟化和容器方向有着十年的技术写作经验 那如果大家遇到任何Cubivert相关的问题 或者如果是ARM上面一些虚拟化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或者是在社区里面提问 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那个Cubivert 1.0版本 那在今年的7月份 那Cubivert 1.0发布了 在我们继续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看看现场观众对于Cubivert的一个了解 那请使用过Cubivert的朋友举一下手可以吗 好的 谢谢 那请没有用过但是知道Cubivert是什么的朋友举一下手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最后请只要听说过Cubivert 但是不太了解Cubivert是什么的这些朋友举一下手可以吗 好的 那今天的演讲 前半部分我会先讲一下这个Cubivert整个项目成长的一些故事 然后在后半部分我会讲一下这个Cubivert它的一些特性 对虚拟化支持以及我们一些现有的使用场景 那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发布了Cubivert 1.0 那在这个1.0发布之前我们已经发布了59个小版本 这实际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Cubivert它是一个CNCF的孵化项目 它扩展了Kubernetes的API 并且添加了一些Customer Resource Definitions 这样子我们可以在Kubernetes集群上面原生的去创建 迁移和管理我们的虚拟机 那我们现在先讲讲Cubivert的成长历程 那时间回到2015年 那在那一年呢Kubernetes 1.0发布了 然后谷歌和Ninux Foundation成立了CNCF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第一届Cubivert大会举行了 然后在2016年 当时整个Cloud Native的Ecosystem都非常年轻 这时候呢一群来自于Red Hat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们能不能够把虚拟机放到容器里面 然后通过Kubernetes进行管理 那这个疑问最后就衍生成了我们Cubivert这个项目 那Cubivert GitHub组织是在2016年4月份成立的 那我们的第一个提交是在2016年8月份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Commit 那用非常简单的一段话讲了我们如何通过Kubernetes去创建虚拟机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Commit 在这个Commit里面我们讲述了如何通过Kubernetes去创建 以及销毁虚拟机的流程 那这个文档虽然非常简单 但它却成为了Cubivert的一个基石 从现在往回看的时候我们会讲 通过Kubernetes去管理虚拟机 其实是一个还挺不错的主意 并且如果了解过Cubivert 会觉得Cubivert里面很多实现是理所当然的 就应该这么去做的 但是想法在最初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 那因为这些实现我们沿着这条方向去做 到底能不能让Cubivert的项目成功是没有人知道的 而且现在看起来 Cubivert已经成了Kubernetes一种管理虚拟机的一种标准 但是在当初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 以不同的方式去实现类似的这个功能 而且我们尝试把虚拟机引入到容器 以及Kubernetes这种环境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甚至我们要创建一些新的机制去解决这种困难 比如现在我们将虚拟机的磁盘放入了容器镜像中的 这种想法看起来显而易见 但是在当初这个想法却收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反对的意见 因为最初的Kubernetes原则之一就是临时性 这和传统的这种虚拟化模型不太匹配 因为我们虚拟化的过程中需要将大量的数据持久化 那如何协调这种不统一就出现了很多争议 那我们在早期开发过程中面临着这种虚拟化 容器化以及适配到Kubernetes中出现这种不统一问题 这就引发了我们下面的一个思考 就遇到这种不统一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以Kubernetes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还是我们自己找一个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那如果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因为它可以把很多问题变得简单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下面这个开发标准 如果一个标准一个功能对于Pod来说也是有用的 我们就不应该只在虚拟机层面去实现它 那举个例子来说 那我们最开始讨论如何将虚拟机和外部网络连接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在Kubernetes里面引入特定代码 将我们内部虚拟机和主机的网卡进行桥接 但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这种方式 而是选择一个更长的道路 选择将它集成到Mertus和CNI中 并且一直改进它 还有个例子就是CPU Hot Plug 那这种CPU的热插拔对于虚拟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但是Kubernetes当时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方式 或者机制去支持这种CPU的热插拔的 那我们也没有在虚拟机层面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而是选择和Kubernetes社区合作 去尝试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解决过程可能长达数年 但是最近Kubernetes已经有了一个InplacePod Vertical Scaling的Alpha版本 那结合这个版本 Kubivert已经实现了CPU和Memory的热插拔 那确定这个Kubivert的开发原则 对我们整个社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第一个版本 0.0.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个月一次的这种高频率更新 这个更新持续了58个版本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Kubivert将 Red Hat将Kubivert这个项目捐赠给了CNCF 然后并且Kubivert也成了CNCF的Sandbox Project 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用户 比如像NVIDIA和Kubivert 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Kubivert了 那随着Kubivert整个项目的成长 我们的用户也在不断地增加 更多的终端用户 Kubivert已经成长得比较相对成熟了 它也变成了一个CNCF的孵化项目 那在同年年底呢我们调整了发布策略 我们的发布策略从之前一个月一次的更新 更变成了现在的和Kubivert的发布节奏相匹配 也就一年三次的更新 那这种发布节奏的调整 其实在我们社区内部其实还是很大的变化的 但是这是我们社区从走向成熟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因为之前一个月一次的发布 使得我们的用户很难跟上我们这种社区的更新节奏 然后并且我们每次发布的时候 也没有非常多的充分的时间去对每个版本进行测试 那调整成这种一年三次的发布之后呢 我们的用户更容易跟上我们的社区发布节奏 同时我们在每个版本release之前 有更充分的时间去验证和测试 我们每个版本的这种完整性 那上面就是我们Kubivert 整个项目成长的一些故事 接下来我想快速介绍一下这个Kubivert的项目的构架 以及我们通过它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场景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讲了我们Kubivert的Pod和普通的Pod的一些 是有什么样的异同点 实际是一致相同的 Kubivert把KVM和QMU这种虚拟化成封装在了一个Pod里面 那这带来了两个好处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像调度Kubernetes 别的资源一样的去调度虚拟机 也就是用Kubernetes去调配我Pod的这个schedule 和它的启动过程 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把整个虚拟化成全部封装在一个Pod里面了 这使得我们和CRI就容器运行时是完全隔离开来的 我们可以运行在任何容器运行时的这种环境下 Docker CRIO的这种环境下面 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完整的放在 是在这Pod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复用Kubernetes的这种存储架构 比如这样通过PVC 把一个把一个Volume放置到我Pod里面 再通过我的Kubivert的一些组件 把这个Desk mount到我的虚拟机内部 从而实现虚拟机增添我Desk的这种方式 并且这个整个存储也是通过Kubernetes进行管理的 而不是我们单独出来的需要额外的去管理 我们的这种虚拟化的存储 然后最后呢我们是使用的Pod的默认网络 那同时我们可以通过Mertors去为我们的虚拟机 添加附加的一个额外的网络 那使用Pod因为我们的这个Kubivert的Pod的网络 和一般Pod的网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这个带来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和Service Mesh 以及Network Policy这种机制无缝的衔接 那了解了上面的基础知识 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如何通过Kubivert 去创建一个虚拟机 那通过这个创建过程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Kubivert主要组件它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Virtual Machine Instance的一个 自定义资源的配置文件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置文件 其实和普通的Pod的配置文件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 里面当然包含了一些我们自定义的字段 那当我们发送这个VMI的定义文件给Kubivertis API Server的时候 那API Server会去做一个验证 验证我们这配置文件是不是合规 然后并且去尝试启动这么一个Instance 然后这时候就接触到了我们第一个组件 就是VirtController VirtController是一个ClusterLevel的一个组件 那它去负责控制和管理整个集群上面虚拟机的生命周期 以及虚拟机的状态 那当VirtController这个组件接收到这个VMI Instance的这个配置之后 它会干什么呢 它会先把这个配置文件翻译成 我一个Pod的标准配置文件的一个object 那这个翻译过程中 我们当然要加上一些QMI虚拟化的这一层的开销 因为我们在VMI Virtual Machine Instance的配置里面 我们可能是讲的这个虚拟机内部 我们需要多少内存 举个例子 那我们转化成Pod以后要加上这个QMIU 还有一些别的组件的一些额外的内存的开销 那转换成Pod的一个object之后 它会把这个object交付给我的Kubernetes这个集群 让它去启动这么一个Pod 当这个Pod启动起来以后 我的VirtController会去观测到这个Pod已经启动起来了 这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虚拟机创建的这个东西和我们的QBVirt下一个组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irtHandler这个组件做一个交互 那VirtHandler是一个DemonSite 它会在每一个Node上面 就WorkerNode上面会启动一个这个DemonSite 它会负责当前DemonSite 当前这个Node上面它的虚拟机的启动 以及我当前这个节点上它虚拟化的一些特性的统计 同时如果我的虚拟机启动的过程中 还需要额外的去配置一些CNI 或者是配置一些存储 它也会去帮助完成这个过程 那当VirtController把这个虚拟机创建的这个配置文件 交给VirtHandler之后 VirtHandler会和我刚刚Kubernetes启动的这个Pod 里面的VirtLauncher组件做一个交流 把这个启动虚拟机的这个请求 发送给VirtLauncher VirtLauncher拿到这个虚拟机的配置文件 它首先会去把这个配置文件 转换成一个XML的格式的配置文件 然后交由下面的Virt 然后最后由Virt把整个虚拟机 在我们Pod里面启动起来 对 当然Virt后面会调用QMU 或者会如果硬件虚拟化的话 会使用KVM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Kubernetes QBVirt它启动虚拟机的一个简单流程 那下面我会介绍一下QBVirt 对于虚拟化的一些支持 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特性 那首先介绍的是QBVirt 一些相关的项目 第一个是Hyper Converged这个项目 那它呢是会把QBVirt 以及一些QBVirt管理的一些operator 共同部署起来 实现一个功能更丰富的QBVirt环境 那它的这种部署的组件 包含了我们下面要讲的的CDI 还有包含了Scale的Performance的operator 还有一些Network的一些插件 那第二个项目是Containerized Data Importer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组件 因为它为我们QBVirt提供了导入导出 以及课农虚拟机词盘的一个功能 以及资源 然后再下面一个是VirtManager 它是一个独立的WebGUI 方便我们用户去管理和监控 我们整个QBVirt的resource 然后最下面这个呢 Cluster API Provider QBVirt 也可以简称为CAPK 那这个项目呢 它是可以通过Cluster API 去控制我一个QBVirt集群 让QBVirt启动起来虚拟机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启动Kubernetes集群 并且这整个集群呢 是都通过Cluster API进行去管理和控制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 部署多个Kubernetes集群 并且对它进行统一的管理 那了解了这个相关项目之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它对于虚拟化的一些支持 那当然我们这上面列出了 它的主要的一些虚拟化支持的Future 比如像动态迁移 比如像我们虚拟机磁盘的一个snapshot 包括我们一个磁盘的热插拔和重新调整大小 同时我们可以给虚拟机添加第二层网络 那大家也可以使用SRIOV去成为它的这个第二层网络 那此外呢 虚拟机的一些resource allocation也是支持的 比如像我们CPU绑定 针对NUMA的这种支持 以及Hochepage的支持 那当我们把这些resource allocation 支持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去在QBVert上面运行一些 实时的workload 以及可以支持DPPK 那还有最后就是我们支持多样的去访问虚拟机的这种方式 那包括我们通过SSH 通过VNC 还有通过我们的console去访问我们的虚拟机 那这里还有一个没列的就是 我们还添加一些debug的这些方式 就包括我们整个集群 导出一些它的内存使用之类的 这种帮助大家去debug或者做profiling的这种工具 那使用QBVert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或者我们把这种虚拟化的这种功能 引入到Kubernetes这种ecosystem里面以后有什么好处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和service mesh 就因为我们附用了 就和Pod使用了相同的network 那我们可以和service mesh无缝衔接 那么这带来了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service mesh 对虚拟机和虚拟机之间的这种网络通信 进行非常精准的控制 或者虚拟机和Pod之间的通信 进行非常精准的控制 那第二个就是Kubernetes 有非常强大的Ansible的一个资源库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源库 帮助我们去配置和创建客户虚拟机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liveness和readness 包括exec的探针 来去监控我们整体虚拟机的 或者虚拟机内部服务的一些状态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虚拟化的这种能力 赋予给这种基于Kubernetes的一些CICD pipeline里面去 比如像下面的Argo CD和Kikton Pipelines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普罗米修斯 去监控整个集群的资源使用状况 并且针对这种使用状况发出一些警告等等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使用场景 那首先第一个自然就是我们对传统虚拟化这个的一些替换 那么传统虚拟化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最大好处就是节约成本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一个公司同时管理一个containerized的workload 以及我的virtualization的workload 那如果没有用这个QBvert的话 很可能你要去同时管理两套的这种编排的工具 比如像OpenStack加Kubernetes 那对于我们的整体运维来说 还有管理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额外的 不能说负担 应该是额外的一个开销 那如果我们用Kubernetes一个平台去同时管理containerized的 以及虚拟化的这种workload的话 那我们这种无论运维啊 还有这种开销都会少很多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GPU provision 那我们NVIDIA很早就开始和我们这个项目有合作 并且它也是一个主要的贡献者 那它在我们在GPU的上面 就如何将GPU分配给这个虚拟 即用户上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NVIDIA之前做过一个通过GeForce Now 然后加上QBvert给用户分配GPU 并且在里面跑一些游戏啊之类的这种demo 然后当时反应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QBvert 可以快速的部署这种Kubernetes集群 并且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CAPK的这个项目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把这种虚拟化能力 赋予给我们这种Kubernetes相关的CICD pipeline之后 那我们其实整个CICD可以有很宽的想象力 比如像我要去通过Windows去创建一些 编译编排一些一些Binary 一些二经纪的文件 或者我要在不同的这个内核版本里面做一些测试 那我们可以通过完整的这一套CICD 就把它给运行起来 就比如像通过QBvert 把不同版本的这个虚拟机启动起来 再把我们的这种要运行的指令传输给虚拟机 然后再把整套CICD给它完善起来 下面呢介绍一下就是QBvert 1.0的一些核心Future 那首先是Compute的这个计算相关的这个核心的Futures 那第一个呢我们在1.0版本 使用了LongRoot去运行这个Port 那这样子确保每个 提高了我们整个集群运行的安全性 同时我们也实现了Memory Over Commit 就是内存的超配 然后我们还支持VSOC 去支持虚拟机和主机的通信 然后我们添加了持久化的VTPM device 这样子Windows 10是可以在我们QBvert的这个环境里面启动起来的 然后我们还添加了大量的一些实力类型和偏好设置 这样使得我们的整个虚拟化创建过程会非常简单 那最后还有呢我们引入了CPU Hot Plug的API 然后并且对于Confidential Computing 这种机密计算也有一些实验性的支持 那对于存储来说呢 我们现在支持通过Snapshot去创建虚拟机 并且克农这个Snapshot 同时呢对于栽培来说 我们在Valero这个项目里面 Valero是Kubernetes去做栽培的一个项目 做备份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主动维护了一个Plugin 那通过这个Valero加VM Export的API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实现 整个Kubivert cluster的备份和恢复 那在Scaling和Performance上面 我们已经增加了一个纵向性能 和可扩展性能的一个基准测试 这样通过这种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Kubernetes版本 不同Kubivert版本 它的这种纵向性能和可扩展性能的一些对比 然后在网络方面我们引入了Network 就是网卡的Hotplug 那这个网卡的Hotplug 主要是针对我们虚拟机的第二个网卡 Secondary Network 那它的默认和就Port的同样使用的 那个第一张默认网卡是不支持Hotplug的 然后最后Release上面 我们是在1.0版本发布了X86和ARM64的MatiArc镜像 以及这种不同架构的一些Banary 那同时呢在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也支持了Hybrid Cluster 也就是这种X86和ARM的这种异构集群的管理 最后就讲一讲 就是ARM对于Kubivert项目的一些参与 以及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那我们是在2020年5月的时候提交了第一个PR 然后后续呢我们为社区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PR 那第一个呢就是让Kubivert在ARM平台上面能够运行 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写了一些这种交叉编译的工具 帮助Kubivert去Release它这种MatiArc的镜像或者Banary 然后并且我们把ARM64的这种单元测试和EQE测试 集成到了Kubivert的CICT Pipeline里面去 然后也写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文档 告诉我们的用户在ARM上面使用Kubivert 会有哪些特性 有哪些和X86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要注意的事项 那下面有我们的两个链接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是谈一谈 我自己参加Kubivert这个社区的一些感受 就是首先我觉得Kubivert社区 这一趴主要是吸引大家 为Kubivert社区去做一些贡献 就是看原Kubivert社区是一个整体很包容 并且也很友好的一个社区 那我是2020年就开始为这个社区做一些贡献了 那这个社区里面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方式 让大家和我们社区的开发者做一些沟通 或者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建议以及问题 它包括了它的每周的一些meeting 它每一个小组也会有自己的weekly或biweekly的meeting 包括它还有两个slack channel和一个mailing group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Github issue和PR 去反映自己的问题或提交一些自己的 对这种代码的改进意见 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是它那个每周的community meeting 就我参加这个社区之后 也不是之后 就是这个社区的weekly meeting是非常固定的 每周都会举行的 而且每周的这个weekly meeting上面 它会讨论一些比方这周发生的比较大的一些议题 同时它提供了一个open floor 让大家开放地讨论自己想提的一些问题 然后并且每周maintainer它都会去检查 这一周有没有新的一些PR或者issue 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 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maintainer愿意去做review 或者回答的这种工作 同时它也会去看这个我们整个mail list里面 有没有一些尚未被回复的一些邮件 或者值得关注的邮件 所以这种每周一次的meeting呢 帮助我们整个QBvert 快速快速地成长起来 并且有很多的future 很快地能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得以实现 那我想就是这种开放互助的氛围下 才使得我们这个QBvert项目 一步一步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 谢谢大家 有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没有一些 因为你们讲的案例 我还比较关心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生产的案例的 就是把KBus 既把这种stateless的对吧 这种runc的这种 还能把这种虚拟机的一起统一管理吗 有没有一些案例啊 或者规模的一些这种 还是比较 对 就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和很多企业有合作 但是一般是企业内部一些集群用的比较多 对 就比如像NVIDIA它内部在使用 包括Panasonic 它们内部管理也开始使用QBvert做一些内部集群 就是主要虚拟化这种work cloud的管理 至于你讲的serverless 我觉得可能这种QBvert和serverless 可能还不太不太一样 因为serverless的话 它要求启动速度很快嘛 对吧 那QBvert基于传统的这种标准虚拟化启动 它可能会速度上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如果你要用serverless 要用虚拟化复制给这种serverless的话 那可能需要尝试一些额外的项目 比如像Cata或者GWizer这种 轻量级虚拟化的这种项目 对 太容易了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那个QBvert的那个网络 其实我原本理解里面的话呢 是POD会有一个CNI的网卡 插到一个POD上面 然后呢 再有一个QBvert里面 它自己起了一个Bridge 然后呢 再连到了虚拟机里面 是的 它是怎么做到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话呢 这种架构里面的话呢 能不能跟RDMA技术的话呢 去联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在这种架构里面的话呢 我们的Motos 就是这种多网卡技术 怎么跟它去联动 我认为这好像就是 它改变了原本的容器的 那个网卡的架构了嘛 对 我就这个有问题 就是网络方面的 好的 首先我要抱歉一下 我不是做网络这一块的 所以我可能也只有一个 大致的解释 如果你的疑问 当然如果你方便留下 你的这个联系方式 对对对 我们后面我可以转 去帮你联系一下 专门做这一块的那个Maintainer 让它去给你更详细解答 但是我认为 首先你说的那个什么RDMA 我还不太熟悉 它这个CubeWord 怎么去和这个匹配的 但是网卡呢 它在内部 就是Pole的内部 我怎么去创建Bridge 实际我们CubeWord 是自己组件的去实现的 那所以你如果 对于你上层用户来说 或直接用CubeWord 你实际是不用去关心这一套的 你当用Martens去添加一个额望网络之后 我们会自动去帮你去 把这个第二个网卡 连接到我虚拟机内部 并且保持它的这个通信畅通的 对 OK 我请讲个问题 就是随着CubeOS社区 包括肯登的D现在 在肯登的D2.0也提出了 Sandbox API 包括现在它那个相对将 整个Sandbox作为肯登的D的 一个一等公民嘛 这个对于CubeWord 会不会有一个冲击或者影响 或者他们之间怎么去互补 怎么去供存 您能再扩展一下 比方Sandbox 1.0 您认为是有哪些冲击 比如像 就是我理解你的提供一个VM形态 不也是提供一个运行室 对吧 那OK 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借助Sandbox Sandbox这样的接口 来去实现你的VM的管理 就是你的底层的 那个Word Manager的和那个Word 刚才弄到还有一个组件 他们之间和标准的 就是肯登的D和 Word Handler和Word Launcher 对对对 Word Handler和Word Launcher 会不会受到肯登的D的Sandbox API的影响 我觉得不会 因为如果你用Sandbox API 你还是需要去这么找一套完整解决方式 比如像你的这种磁盘怎么去解决 网络怎么解决 对吧 都可以支持同网 支持同网吗 都可以支持同网 这就是支通吗 我可能对这个Sandbox API 还不太熟悉 我可以了解一下 OK 但我觉得 就是至少 如果你用Sandbox API 也支持同网的话 那 Cubivert也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提示 因为我们在虚拟化整个实践过程中 还是遇到很多的问题 对 OK 我明白 就包括你刚才那个什么热升级了之类的 可能你得同罪了很多工作 是的 但是我理解就是你最开始那篇子上写的 就是说 你们的方向嘛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 KipOS 就是 一切就是往KipOS方向去做嘛 对吧 那如果KipOS 就能提供了这样的Sandbox API 对你们底层的这个Word Handler和Word Launcher 是不是一个挑战 至少是我们社区 现在没有因为Sandbox API 改变我们任何开发 或者是后续的方向 OK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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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好 谢谢演讲者 然后我这边问题就是 那个现在比如AI自动驾驶 其实在车端的算力 有越来越多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在云端 去构建一个 就等比例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我不知道这块 比如说更多的这种传感器 异构的这个硬件 那我觉得GPU是一种 它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这种车载的芯片 它能否在云端 接入这套 这个架构 那这块不知道社区 有怎样的规划 谢谢 这个挺好的问题 就是我只能说现在来说 可能对这种异构模型 我们暂时还没有做这种方面的探索 或者没有提这种 我们还是希望先把这种传统的虚拟化 支持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们可能和传统的 包括OpenStack之类的 还有一些差距 那我们首先是这个 然后第二呢 它出于安全考虑 它内部的组件 还是据ReadHat 它官方release的一些 这种编译出来的RPM包 那你要对一些异构的话 那你可能会自己去打爆一些 包括Cumul也好 包括Libervert也好 包括这些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去修改 自己创建一个branch 去完成这件事情 但对于社区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暂时来说可能还没有支持 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往这方面去做一做 那我们可以在社区里面 提出对应的proposal 然后我们看社区有什么反馈 好的 谢谢 你好 我问一下 就是Cumul是跑在K8上的 那它对K8的那个版本 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如说你现在升到了 Cubervert 1.0之后 那它会不会对一些 K8的老版本就不支持了 或者是怎么样子 好的 是这样 我们Cubervert 它的最新版本会 兼容Kubernetes的 最近的三个版本 比如像就最新的三个版本 那往前兼容呢 我们是不会去保证 它的兼容性的 但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list 告诉你我们在哪个release的时候 支持到Kubernetes的哪个版本 对 正常也是可以跑的 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跑的 这个只能说是我们不去维护了 能不能跑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不能保证 对吧 因为K8的版本相对还是 可能只兼容三个版本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新的 是的 就比如说K8 1.23 这些1.23 1.24 这些也不是特别旧的版本 可能你们就不维护了 是吧 对 原因是这样 就是因为 QBvert 社区整体的 那个开发者 数量也还没有那么多 有限 有限 第二个我们现在就是版本 就release版本调整以后 我们也是跟着Kubernetes的步伐去走的 而且我们迭代的新的Future 其实也是很多的 如果要保证这么多新的Future迭代的同时 我们要去维护Kubernetes的版本 那需要付出很多精力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跟着新的Kubernetes去走 那等到成熟之后 会不会延长我们的这种维护周期 那我们可能后面还会讨论 好的 我想再问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使用的case 刚刚有一条是 就是说把 是不是把 比如说其他的虚拟平台上 比如说VSphere 就是VMware的一些虚拟机 把它导出来 然后可以 对 就这个 你这个replacement 我不知道包不包含 我说这case 就把那些虚拟 VMware上的虚拟机导出来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Kubernetes上面去跑 放到Pod里去跑 这个case是支持的吗 我没有做过 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就核心是 你导出来的这个镜像 Libervert能不能运行起来 如果Libervert这个层面是运行起来的话 那我们通过我们下面的那个CDI这个项目 你可以把它可以导入成一个镜像 然后放到我的这个QBvert集群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运行起来 就是理论上是支持的是吧 我觉得理论上是支持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适配环境 包括它的比如说这个虚拟机 它可能有好几块磁盘 这些都可以一起导出来导入是吧 导出来之后我们现在 几个硬盘可能是 这个我可能得问一下 专门去做这种迁移的这种复制方面的人去问一下 我这块没有做过 所以不是特别清楚 好的 谢谢 我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说是 每起一个VM相当于是有个POD是吧 然后呢 POD它这个VM会去Bridge 接到这个POD上 那所以像前面说到 跟这个Social Mesh会支持 那么它有注入Sight Car 就也是注入到这个POD里面去 对 是吧 然后就是通过这POD来影响它的这个网络 对吧 是的 是的 哦 理解 然后那比如说像KVS 比如说我能配置POD 比如说host network这种模式 那这VM我可以 也是一样可以的 对 因为它最后是直连在POD的那个网卡上面去 通过Bridge 所以你只要POD拥有什么样的网络 对于我虚拟机来说 它就会连到什么样的网络上去 所以说现在我现有的 比如CNI或者ServiceMesh 它其实都是能够很好 应该是都支持的 你好 就是这个里面 CAPK里面 这个是多个集群 然后每个集群里面 是单纯的是一个 那个虚极 就是叫虚极容器集群 还是说虚极和容器 都可以存在的集群 或者说这个集群里面 每个集群的形态 会是一个混合型的 还是一个单纯的型的 或者说这多个集群 就是一个单纯型的 一个虚拟集群 这个项目我没有参与 所以我 我说实在不太清楚 但是它这个项目最初的目的 就是让方便我们通过Cluster API 去基于KubiVert这种虚拟化 创建多个Kubernetes群 这是它最初的目标 但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要么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可以帮你去问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子 或者是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项目它具体的实现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 这个特性和OpenStack特性的话 还是有差距的 对吧 然后这个差距现在有 那个里程碑或者未来的规划 对我们其实更新速度是很快的 我们一直在尝试弥补 这些特性上的差距 就像那个CPU Hot Plug 也是1.0版本之前出来 我们才把它给Enable起来的 对 就是这个有那个公布的里程碑吗 就是ManStone 有的有的有的 社区上面会有对应的链接 会将我们每个阶段 要做的事情都有的 不是以前做的事情 就是以后规划 以后规划 对 对的 对的 有的 好 谢谢 你好 咨询几个问题 第一个现在就是 Cubevert在国内现在 有多少 基本上有多少 Commit 或者每天的在做这块事情 国内的这个社区 国内的整体很少 像 对 我看到那个提出一些issue的 可能联通电信 就是这种运营 我是联通的 您好 大力的在推这块问题 对 这几次过来我想聊几个事 第一个就是 就刚才那个兄弟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 里程碑 RuleMap 什么时候 基本上可以接近 Nova的这块的这个 这一些功能 对不对 它因为在一些虚机的管理 一些特性上 还是比较远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未来应该 现在你看我们每一个pod里面 是一个Librevert 就这块 未来有没有这个计划 比如取消掉 我直接调用 QML的这块的 这个API来创建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你少了一个Librevert 对吧 因为如果一台机器上 起个这个 一二十台虚机的话 它的开销还是有的 对 是吧 是的 就是刚才第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社区的规模 对 第一个就是您讲 那个和Nova的差距 还是有一些的 那这个社区肯定是 有规划去逐渐弥补的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具体分析 因为总有一二三嘛 我知道 对吧 那我也很希望 就是能够积极地 为社区反馈这些issue 包括方便的话 留下您的那种联系方式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们也会和社区整体积极沟通 然后还有第二个的问题是 roadmap 对 那这个社区 我们在community的 专门有个页面会去讲 我们大概接下来要 enable哪些future 或者整体状态是什么 对 取消Librevert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牵扯到非常多的代码开发 因为你把Librevert取消以后 你怎么在不同配置上 把QML运行起来 或者你脱离Librevert之后 会遇到一些额外什么问题 暂时来说 社区没有这个计划 把这个Librevert给去掉 对 对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是不是能够把这个Librevert 给把它提掉 让它的整体的这种性能 或者这种负载变得更好一些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 Cubevert是基于 那个Streaming 9的 那个C9元去构建的 对 所以它实际上 Librevert的版本和QML的版本 是一个流逝发布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在未来的 那个热升级过程中 它有什么兼容性的保证吗 就是说或者说 Cubevert在1.0升级到1.1之后 它可能那个 我记得Librevert好像在Master 已经升级上去了 好像最近 所以它这个之后 它那个热升级上 虚拟的那个兼容性 是有什么计划 或者说机制 去保证这个兼容性吗 热升级这块 我不太了解 就是它有什么样的 这种机制 但从我自己开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的这种版本 就使用哪一个版本的QML 你其实是完全自己 可以去写的 因为它配置在 配置文件里面的 你如果觉得热升级的时候 你不想用新的这种QML版本 你完全可以去 对 你自己编译 你如果一直用 开源社区的那个镜像 那当然你要保证 和它同步版本 对吧 这一块我确实不太清楚 对 但是我将来我也会把你的问题 可以提交给那个QBWAT的社区的 您好 我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对硬件不太了解 所以我就想 在我的理解中的 那个ARM64 一般是用于在手机或者平板上 就这种架构 但是那个QBWAT 它最初提出的 它的场景 它想解决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企业中 有一些遗留的工作负载 它不太方便去上云容器化 所以它就想 就直接那个虚拟机去导入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 QBWAT在ARM上的这个支持 对 这也是我来这个会议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我想表达的 就是我们ARM 其实在云服务器这一块 其实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无论开源项目也好 还是我们这种底层优化也好 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现在也开始有很多的云厂商 就现在主流的三大云厂商 实际在云实力上面 都是有ARM的机器的 就ARM64机器的 那也欢迎大家尝试着 把一些负载去部署 到我们这种ARM平台上面 那从开源社区的角度呢 那QBWAT本身这个社区 其实也是看到这个趋势了 就是未来可能云厂商 它会出现这种CPU底层架构的 异购化 可能会有ARM 也可能将来未来Risk 5 也会进入这里面来 那这种我们提前的 对于这种多平台 多底层CPU架构的支持 那提前也是一种布局 包括我嘛 我也知道有一些 确实有一些Work Cloud 已经在ARM的这种服务器上面 在运行起来 并且结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对 你好 就是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很多客户 它是比方说基于飞腾或者昆蓬的 然后但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PUC环境的话 基本上就是比方基于华为云 或者是阿里云 直接发放的是虚拟机的 那么如果是它是X6架构的话 我们那个支持前套虚拟化 然后这个K8S加Coverter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是ARM的架构的话 感觉就是是扑不起来 请问就是社区对这块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您很好问题 我下午有场演讲 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就是Coverter on ARM 那现在简单讲一下 就是确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个ARM CPU 还是不支持嵌套虚拟化的 那我们现在在社区上面 还是用一种这种嵌套容器化 Docker in Docker的这种方式 去保持它的这种并发测试也好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一个Kubernetes集群 可以去管理多个我们这个ARM上面的 这种Kubernetes集群 实现它这种E2E的测试并发或者并发开发 但是如果你要讲到这种云厂商里面 它给你提供一般很少能给你提供Belmantle的这种机器 那要在这上面去直接运行Cubivert ARM64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 只有Belmantle现在可能才能支持 对 结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然后还是做个广告 我下午还有一个专门讲Cubivert on ARM的 会讲ARM上面对Cubivert的支持 那会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demo 讲我们如何通过容器 Docker in Docker的环境 去启动一个我们的这个Cubivert开发环境 如果感兴趣的话 同学可以来听一下 好 谢谢大家